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古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老师好 田青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帅气 古海大丈夫要来帮大家富贵稳中求 好我们直接来先看了 美股昨天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大家都在看 那第一个重点来了 这个礼拜就是27号28号 28号FED的这个升息汇率 就要出来了 然后这个礼拜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第二季的GDP也要出来了 美股 美国的GDP 所以这个礼拜其实就有这些不确定因素 会影响干扰着本周的一个行情指数的表现 所以今天台股看起来就有那个fewer了 就有秀出那个不确定味道了 导播请助理帮我把那个联准会那张图贴出来 老师之前在6月18号分享会的那一家 我今天要贴 后来早上又忙起来忘记了 好 来 老师把升息的那个时程都已经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 请看一下 扇子的不用怕 来 开低慢慢的飞升 拉拉平盘了 对对对 缩小跌幅慢慢飞升了 拉拉平盘了 好 把吴三桂放进来的那个三海关 不是 吴三桂把清兵放进来那个三海关 什么关 万五大关 万五关 对 万五算大关吗 不算 那不然呢 从一万八千八 对 跌到一万四 一万三桂几乎就跌了四五千点 将近四千 五千点 对 将近五千点 大盘都快五千点 那是什么概念 二十几%咧 对不对 一万八乘以二十% 三千六 对不对 一万八乘以三 五十四 对不对 大概所以 所以大盘都可以跌快三十% 现在谈一千点算什么 算什么 懂了 所以一万五你觉得是关 不是关 更何况怎么样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没有注册版权 因为这句话是大家常这样讲的 没有办法注册 没办法 大丈夫语录 好 大家都在用了 但是就我在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拉拉平盘也上了 对 没错 不断的向上推行 对不对 我们跟你讲 国安基金委员会偷偷在看我节目 他每天看直播 对不对 对 早上说不户 下午立刻就跑出来户 因为中午先看了直播 我说再不户就没救了 对 对不对 大家钱都断光光了 现在大家喜欢做融资 对 你融资就算了 你还是房贷再去做融资 你融两次 你懂不懂 你融两次 你的房贷 然后做现股 你还不会那么惨 对不对 每个月要缴房贷 顶多再卖个一张 再去缴 对不对 房贷在做融资 融资在断头 你拿什么来还房贷 没了 你没有办法还房贷 对不对 那怎么样 直接卖房子了 真的到时候下场很大 所以这两年 不只怎么样 今天消息都出来了 南部的台北已经有建商预售开第一枪了 88万 变81 变81 你有看吗 我有看到 对不对 88变81 81还不是高价 是平均价 低的价格是75 对 70多 75 房贷一开始 这是开第一枪而已 是 他的资金夹不过来 我告诉你 开第一枪不会只有他 我跟你讲 一枪一枪都开出来 那个扩散效应 那时候就回出来 谁最有本事 我跟你讲 那些大的房仲房产公司建商 房子不是就两三间的那种 没有 一栋楼 现在台北的小建案 也许一个小都根 也许就二三十户 十户对不对 二三十户 那你如果是大间商那种是好几百户的 那个一栋一栋又一栋 一个社区型的 那一枪一开出来 那就不是五万十万了你知道吗 那搞不好一平八十万会掉到多少 六十 老师你现在在等那个机会对不对 我不是去年十月 我跟你讲说我本来要去看的 淡水 对不对 往淡水去看 有没有 因为我喜欢灯光美气氛加 有山有水灭海的 可以直接看到沙滩的 后来怎么样 我冷一冷 对不对 我想说再冷个一两年 会有更好的价格 对不对 那个掐纸算一算 对不对 老师现在很会掐纸算 然后呢 我说地盐消费嘛 对 对 是不是 是 有的钱 继续怎么 先逛开 这一波下沙 再来怎么样 再来用力存股 是不是 然后上礼拜 有没有 月初的时候 我说本来要买油艇的 再省下来 这个时候这么低不买干嘛 更待何时 有没有 所以这个7月我们的操作很漂亮 你接我们去杀的 这边 你接我们去杀的 因为很多人在担心这个礼拜 你看废半叠 你看纳斯达克叠 对 你就跟着杀 来 人家美国有国安基金吗 没有 没有啊 对 有啦 他们有有钱人 他们有那些联准会官员 我跟你讲 你不杀 你看着好了 这礼拜的任何风吹草动 美股 你看那些联准会官员 会不会在那边偷笑 记者眼睛 开始去捡股票 麻烦你看一下美股的高点 今年从1月到现在一样嘛 很多也都是20%下来了嘛 跟我们台湾指数也是一样啊 同样的道理啊 18000点以上你拼拼追 现在都来到15000以下的时候 你不敢买 对不对 吓到吃熟熟 人家国安基金都给你做保证了 你怎么你觉得这个 国安感冒糖浆喝得无效吗 还不够甜吗 还不够甜吗 都已经千点涨上来了 你看成交量 又缩 今天不到2000亿了 不到2000亿对不对 所以就看得到大家真的 你看三大法的卖超 小麦 40几亿 我跟你讲 外资的交易员有时候就是要动作 不然他怕主管觉得他上班在那边吃闲饭 都没有进出动作的话 就觉得你只在理薪水的 除了这以外 要有交易才有佣金你知道吗 要有交易才有退佣 退多少就不知道了 这你们自己去查好了 点到鱼 我点到 好 我跟你讲成交量不到2000亿 对 你要习惯 这低量变常态吗 对 你要觉得说以前都三四千亿啊 甚至要报到五六千啊 我跟你讲 现在1500亿到2500亿是常态 光旺 你光旺的时候就是2000亿以下 对 对不对 大家稍微有点信心对不对 国安期间要回来了 对 上礼拜你追啊追啊对不对 大概有2500 风吹啊吹啊 对 就是2300 2500左右 对不对 你要了解这是新常态 这是新常态 你还要去既望去年有五六千 五六千亿七八千亿吗 对不对 那个是非常态 去年六七月之后航运天天这么热 对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要回归场合 好 台股债 我说所有一切都要回到新冠肺炎之前 对 对 回归正股 新冠肺炎之前的成交量 那就是1500亿 到2000亿 在过去呢 十年 十年以前呢 3000亿吧 只要一到3000亿 那就是泡沫 就是已经出大量了 对 那就泡沫 一个月之后就是泡沫 我们这一次去年不一样 天天3000亿 去年的上半年天天3000亿 那时候3000多亿是常态量 对不对 天天3000亿都大半年 对 可是呢 那时候也让很多人误判 以为怎么样 台湾从此对不对 风调雨顺 行情好得不得了 国泰民安 太平盛世了 台湾前淹角木 那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淹角木 不会 只会淹一时 不会淹一辈子 我是不是这样跟你讲 我说每次很好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我等一下拿钱挂来跟你解释 为什么不是 九五是最好 不是上九最好 那就是太好嘛 对不对 过热嘛 所以 上九叫什么 抗龙有悔嘛 你就不要再把 你就要 你在九 你在好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怎么样 就这样就好了 好 很多人都赚到钱 你这一两年很多人都赚到钱 对不对 赚到觉得说 真好 对 来 有没有 就那一把下去 所以去年的六月七月 航运这么热不就大家来all in了吗 结果最后呢 一开始嫌赚得慢 你干脆就在那一个月 前面都赚得很稳 节奏抓得很好 最后一个月 哇这么热 你不趁这时候 撈一笔更带何时 结果 不做没事一做 变成铁达尼 对不对 7月1号2号 爱到最高点 对 就铁达尼嘛 所以指数就是这样子 懂 来 这礼拜你在等升息 翻红了耶 这礼拜你在等升息 礼拜四 升息会议 让大家开始在恐慌 也不是恐慌 就是观望 好 现在大家先缩手 这一张 两个月前 6月18 对不对 我就跟你怎么样 在分享会直接讲了 对不对 我就已经给你领先做这个预测了 时间就划给你 来 超前布局 当时我就跟你讲了 我们实在非常会在4月5月 对不对 我们最后一次6月18码 好 来 升息 我在5月我就告诉你升息3码 加缩表 对 7月呢 我也跟你讲3码 这都是当时的 我没有改 我说当时预估3码 9月2码 11月1码 12月1码 有没有 我说今年13码就升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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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6月3码升了 结果怎么样 好像升得不过瘾 可是6月的3码 道琼跟纳斯达克 就怎么样 有反应 杀到最低 对 来我们看道琼 领先反应了 你看喔 6月14到15 对不对 6月14到15 对不对 嗯 6月14 15 所以会议就是15开完之后对不对 公布3码 立空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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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往上 立空出镜对不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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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好来 我们台股杀罪凶有什么时候 就是国安基金说不户的 7月初 对 到国安基金说要户那段时间 对 不户 美股这段时间在跌 对 我们台股在杀破底 是 对不对 美股这个时候 在7月初这段时间弹上来 升息完之后立空出镜 是 涨了一个多礼拜10天 月底再来一个回档 后来 10月 7月初 再往下杀一波 这一波就是我们台股破底的时候 破1万4 有没有 请你看 我就好像变储流香了 对啊 不但有扇子还要戳鼻子 对 比起来 老师接下来要弹指神功 我们弹指神功是要掐指来算 算卦 来 7月不是很惨吗 我们台股7月很惨吗 对啊 7月份戚风苦雨 新风雪雨 7月初我记得是7月5号 就是国安基金在7月4号说不护 然后7月5号来到13928破底 美股的最低在这里 对不对 6月中 6月初 6月底7月了 是 美股的最低在这边 就是宣布完 我们一样开低 对 可是怎么样 我们上去 这没过直接下来了 是 有没有 6月底7月初几乎就低点了 可是我们怎么样 又多一个 记不记得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路四问 有没有 这很好记 对不对 来 这边路四问下你 可是呢 接着怎么样 就开始一路北上了 有没有 对 那道琼刚给你看 还在这边盘 你看我节目 你真的可以 你都不用花钱 你就发现就很有 很有价值 当然 6月升旗三马 不是还有一个7月还没升吗 不是还有一个7月三马还没升吗 对 我们告诉你 不用等 我说不用等那7月三马 我说等它升完基本上已经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 你不要以为7月的三马升完它还会再更低 没有 我说最差 你看你天天看我节目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最差就是6月跟7月这两个月 没错 有没有 所以严格来讲应该就是在6月升旗跟7月升旗这中间 因为7月一样三马 再惨就是这个7月升完这三马之后 后面什么211 那是怎么样 小意思 那已经是 对不对 那已经没什么了嘛 对不对 一块绿豆 对不对 我们有气质只要讲绿豆不要讲彼此 好吗 那是绿豆 已经不具有任何影响力了 A piece of cake 好来 所以你看美股 我们7月初沙沉那样子 美股有没有回来测底 没有 没有 他有没有来测前低 没有 没有 下来一下下 对 他只是来测我们7月初的那个破底 路试问这个时候 他就上来了 对 好 那下礼拜 这礼拜除了要升起三马还有财报周 对 超级财报 对 来 有这么大一段空间 给他怎么样 15分 15分 你觉得咧 所以我已经告诉你 我一直跟你讲说 今年的低点就是在7月 我们台股就是在7月 对 美股就是在6月 已经过了 美股的低点在6月 已经过了 那我问你 最高的已经 我现在反过来问你 来 你空手的人 你现在告诉我 你要什么时候买回来 我再跟你讲一次 至少这半年 我认为美股的低点就是在这时候 台股也是差不多 对不对 台股在哪边 在路试问这边 对 是不是 那你这礼拜 你要等 你要等升息 现在谁不知道 嗯 我跟你讲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会做的事情 你赚不到钱 我们这样一直跟你讲好几次 是 有没有 现在有谁不知道7月要升 7月要升3码的 我两个月前我就已经跟你讲了 嗯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几个分析师 敢像我这样 这么肯定跟你讲3码 中间还说 可能是嘛 因为 对 不是之前通膨数据 CPI公布 9点多%吓死人 9点多%出来有跌吗 没有啊 整个美股不就是 接着就跟着我们台股 就是在国安基金要出来 互盘的 前那礼拜四礼拜五嘛 对就那一周 对不对 嗯 结果有了 9点多% 美股有回来破底吗 没有 对 那现在有谁不知道7月要升息的 嗯 大家都知道嘛 搞不好现在连 插鞋铜都知道7月要升息了 不要你要不要去华尔街 去找插鞋铜给他插插鞋子 他也告诉你啊 对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你觉得他也是利空吗 嗯 他已经不是利空了 嗯 他已经不是利空了 嗯 嗯 现在唯一喔 嗯 唯一还可能会影响的 那就不是 经济因素了 外在的 嗯 是什么因素 政治因素 嗯哼 是政治因素 那我没有办法掌握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某某人 肚子里面的蛔虫啊 我哪知道他接下来到底要 要怎样 有些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只能说喔 有钱都很怕死啊 对不对 他表面上给你叫一叫 因为为了政权嘛 对 可是实底下呢 嗯 他真的敢去挑衅吗 对不对 当然利益当前一定是 你命都没了 你钱再多有屁用 对 对 嗯 你懂意思吗 懂 你命都没了 你再多钱有屁用 嗯哼 是不是 难道飞弹射过来 第一时间自己飞机坐后先走吗 不是嘛 嗯 对不对 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家人亲人啊 对不对 但是会不会吓你 会 会 对不对 会不会吓你 会 就是要吓一班散户啊 把你吓得你股票丢出来嘛 上礼 对 上礼拜不是 嗯 乌克兰跟俄罗斯 嗯 达成协议 他的什么 食物可以出去了 对 对不对 怎么协议一讲完 飞弹就射过去了 傻眼对不对 嗯 食物出去归出去 仗还没打完呢 对不对 对 人家基于人道原则要平衡全世界物价 嗯 对不对 说是平衡物价不如说什么 对不对 不要那么矫情 好不好 哈哈哈哈 说是 说是平衡物价 嗯 对不对 台面上叫平衡物价 那台面上 那你觉得呢 我说矫情什么意思 缺钱嘛 打仗不用钱吗 那你要放着那些小麦 放给它烂吗 烂掉那还有钱吗 嗯 对不对 俄罗斯 打仗要不要钱 要啊 一天飞弹射一射几千亿耶 嗯 对不对 那乌克兰要不要钱 要啊 要买武器啊 你以为人家美国武器送他都不用钱 对不对 那都叫秋后算账 好吗 对啊 现在给你打一打你尽量打啊 后面啦 对不对 等你打完 来账单 账单给你 慢慢看一下好不好 请买单 对啊 不然呢 你真的以为人家江湖道义喔 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的江湖道义 别傻了好不好 只有立志当前 对啊 懂了 老师都直接讲明白了 看得够特寸 真的 我对人心太了解了 对 我对政治太了解了 看得己亲民啊 来 所以呢 好 账继续打嘛 嗯 对不对 小麦要先运出来嘛 钱先赚了 对不对 运出来确实对怎么样 物价 对不对 有帮助 但是对两国的军事支出 也有帮助 对不对 美国不给他运出来 那飞蛋一直射 之后账怎么收 嗯 对不对 所以呢 说穿了也是为自己口袋着想 好 对不对 有分析师会跟你讲这些吗 没有 真的外面听不到 你就知道后面那个 对不对 看事情 我一直跟你讲 不要看表面 真的 好不好 后面人家大人在玩的游戏 是我们小朋友看不懂的 对不对 真的 你们看不懂我看得懂 但是我怎么样 我嘴巴不能乱说 其实老师你说很多了 哈哈哈哈 说非常多 好记得要报幕顾海大丈夫youtube 分享给更多亲朋好友 来 分享分享再分享 来 来 捨起山马要不要怕 不要怕 对 该反应的力 后应反应的差不多了 嗯了解 所以接下来呢 国安基金他搞不好1000亿都还没用到 是啊 五千亿耶 他们可能直接只有小零头啊 对对不对 那话没讲完 来 现在不是要拜习会 习拜会 反正你要把谁放前面都可以 可以 来 拜习会 拜登跟习近平 是 习拜会 习近平跟拜登 来 反正这两大巨头 好 有这两大巨头会 可是呢 为了怎么样 争取更好的筹码 是 对不对 有人就怎么样 那叫什么 这个两手策略 好 是不是 我要跟你谈 我私底下在派我小的去干嘛 去搓汤圆 对 派我小的来怎么样 来后面跳动你的神经 对不对 不是跳动原来是在跳 总统来跟你谈嘛 对 另外派一个怎么样 另外派一个国会议长来你台湾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拉拢吗 我要跟你谈 我一天我要派小的来拉拢你的对手 你觉得我在干嘛 没有在干嘛 我在哈啰啦 你懂意思吗 那大国就是这样子啊 你要跟我谈 来啊 我陪洛区去台湾 对不对 你要 你要我 对不对 你要我 少跟台湾这边 对不对 纠结 卖武器干嘛的 那可以啊 我现在跟你谈啊 对不对 你要我不要在你后面在那边 厨房在那边 搞东搞西的 那我现在跟你谈 条件好一点没 懂了 懂吗 老师真懂人家在那边 做什么运筹为我的动作呢 那干嘛 裴洛西吗 来来台湾 什么时候不来 他要挑到拜席会前夕来咧 人家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已经有策略规划了 对不对 懂了 你看你不懂我不懂 大家都不懂 但陈森老师看懂了 告诉你了 所以节目要不要看 每天认真看 订阅起来 那都是跟我们股市我们的关系 有啊 息息相关 习大大不爽 一颗飞弹就给你射过来了 我吃你这一套咧 你跟我来这一套 你懂意思吗 懂了 没有啊 我是 如果今天 所以我没办法做领导人 因为我做领导人 我不爽管你三七二十一 非但先适合再说 亦狂亦侠亦温文 对啊 没有啦 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棋子 我不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对 周日的孤海大章五脸书有 那我们台湾在对岸眼里是小节吗 我不知道啊 你们自己觉得 我们是一颗棋子丑马 有啊没有护国神山 对啊 不能乱打 所以这个丑马 其他都可以打 唯独我们的护国神山 就护国神山那个地方不能打 不能打 所以住新竹最安全 所以要住护国神山旁边 对 这就是老师最厉害的 你懂了吗 老师帮我留意一下 新竹还有没有什么好的 神习跟你讲 对不对 我刚刚跟你讲这一张嘛 是不是 是 我跟你讲这张 对不对 了解 最糟的情况就这样了 所以老师在这个之前 大家还没震荡 来 重点在这边了 我要把它讲完 好 你们都只看到神习 对 对不对 你们都只看到神习 嗯 是不是 你们都只看到神习 老师你看到什么 这世界的道理嘛 物极必反嘛 有深就有降 对 有宽松就有紧缩 对 懂吗 有紧缩 就会有宽松 所以这个是这宇宙 正常 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 懂 对不对 于是 来 央行临时 你会随时应战 不用战了啦 反正有国安基金啦 嗯 随便看一看就可以了 哈哈哈 来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 嗯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 3 2 1 1 对不对 对 我说今年最差就这时候了 是 有没有 接下来两码一码重不重要 已经不重要了 对 因为怎么样 该反应都反应完了 对 就是在最猛的时候反应完 为什么不重要是 接着通膨会被受到控制 嗯哼 会嘛 对 我们不是有建商已经怎么样 已经在砍价格 对不对 乌尔战争的糧的那个小麦也运出来了 是不是 有物料出来 石油是不是也跌下来了 对 好 嗯 传统美国的夏天是用油的旺季 有没有 大家都开车出去玩嘛 是 休旅车都开出去了嘛 对 露营车都开出去了嘛 嗯哼 为什么这么清楚 因为我在美国念两三年嘛 对不对 嗯 我的暑假 我的寒假 车就是开出去 对不对 来 所以美国 开不是我们台北开到新竹一小时 对啊 他们随便一开八小时行跳 那个一开就是怎么样 八小时十小时 那一开就是 那一开就叫什么 千里券 千里之外吗 对不是 一开就是什么 千里 千里什么云和月 八千里路 八千里路云和月 对 一开到开到千里路 真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来做分析师之前 我知道我跟我小孩 小孩要大了 我的父母保鲜期有十年快过了 对不对 我为了 珍惜那种 培养我小孩的眼界 我在出来做分析师的前一年 我跟我小孩讲 这是最后一次 我可以整个暑假陪你到处走透透 我就带三个孩子 长假旅行 他们暑假的时候 去美国 加拿大 用了45天 从洛杉矶开进去 一路怎么样 上下上上上上下走去齿状 然后到东岸 最难到了古巴 千 美国最南端 老人渔海 海明威的住处 那个地方叫什么 亲自去看 Key West 基维斯特那边 最南的地方 然后再沿着东岸北上到纽约 整个东岸都是美国的发 美国的开拓时 沿着东岸纽约 然后到哈佛 然后呢 MIT的波士顿 再往北到魁北克沃泰华 再回来从底特律进来 芝加哥 连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Miyawaki 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州 反正Miyawaki 那个大学 也都去了 就是 没去过 不知道 反正一堆啦 我就整个这样 整个走一片 美国各大 国家公园 我都跑去了 总共来回45天开多少 好 22000公里 45天 好厉害喔 就去开车啦 没钱买油了 没钱出油 所以我告诉你 最惨就这时候了 懂 因为后面通膨会下来了 对不对 后面的力道也变少了 所以最差 已经过了 就是这时候 对啦 对不对 然后呢 跌 我刚刚不是讲物极必反嘛 升完之后呢 摔退了对不对 那接着要干嘛 要赶快又要紧缩 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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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升到最后 经济被打下来了 股价是不是也被打下来了 是 那股价不就到低了吗 我一直告诉你 你不要想买最低 对 对不对 然后接着明年怎么样 开始降息 接着明年 我认为第二季啊 有可能 快第二季 慢第三季 降了之后股市就要上 就要升息 升息还降息 降息 对不起讲错 因为现在是升嘛 对降息 明年就要开始降了 要要平衡啊 降息 现在是为了要压通膨 所以非常快速升 但是升到了一个 通膨控制住了 它就要开始降了 好 所以老师那个图还没来吗 全挂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老师把它解释得 非常的清楚 升与降 理由原因让大家明白 易经为什么叫易 易的意思不是容易的易 不是简单的意思 易的意思是 易的意思是变化的意思 整个时局就是一直在变 哪怕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国的国运都在变 是 你要跟得上变 你要能够跟得上变 但是 你也可以 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我在前一段时间有教书 告诉你怎么样 我们要 以静自动 对 为什么要告诉你以静自动 来 我现在开始跟你讲了 好 在前挂 整个挂名叫原亨力争 什么意思 自己去网路上找 一开始浅荣勿用 刚开始嘛 对 第一步 来 第二的时候 第二步 现荣在田 立见大人 这什么意思 我等下慢慢跟你讲 好 第三 第三阶段 君子终日前前 细涕落 立无救 君子整天怎么样 认真工作 认真 以前叫修德 尽德修业 然后 要警惕 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没什么事 对 第四阶段 第四 九四九五的时候 你可以往上爬 或者停在原处 五五都可以 无救就没事情 是 不会出事 九五 飞龙在天 是 立见大人 意思吗 你会遇到贵人 或者你是怎么样 已经上位了 你就已经是飞黄腾达了 上九 抗龙游回 好 我现在要跟你讲了 好 说什么 去年的行情是非常好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对 去年的行情非常好 看指数看量 飞龙在天 对不对 去年七八月以前 你做什么赚什么 有没有 设费标都赚钱 对不对 你被套放几天就解套 是 那已经是飞龙在天 那不是在这个阶段 有买没买都可以 不是 在这个阶段 已经飞龙在天了 快到极限 在那时候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见好就收 就是这样了 对 你可以见好就收 但是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在高点怎么样 O in 对 为什么 你还想要再往上 最上不是 其实他们助理牌应该给我倒过来 因为上应该在五上面 这样往上的顺序比较好 好再上去怎么样 九五再来上九 我一直跟你讲 最好的谣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最好是在九五 九五至尊 上九不会最好 上九是 你可以守住就不错了 你没守住就算了 你还怎么样 很怎么样 很照进 你还O in 那叫什么 所以你就会后悔了嘛 抗龙有悔 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后悔啊 为什么 赚了又亏回去了 是 对不对 再来到用酒的时候 用酒 群龙无首 急 无为 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 我现在跟你说 我们现在股市已经到了 到这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其实都快走完了 就这段时间在杀的时候 没有 你不要乱去动它 好 对不对 你之前在六七月O in的时候 你就已经这样了 你就这样子了 你在去年上半年你赚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收 你没有 你在后来接着六月到七月 你做航运 你就做钢铁 你O in 你就这样子了 好吗 好 可是呢 到这边 要轮回来了 要轮回来了 轮到哪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挂像 对不对 浅龙勿用 又再从头来开始 浅龙勿用就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时候你要开始 要沉浅 你要开始浅 然后怎么样 做布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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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你是怎么样 你就是还做浅龙的时候 懂 前后要想 告诉你什么 不要随便乱买 不要躁进 不要躁进 你想说你之前亏掉了 现在急着想上回 全赚了 你不要躁进 你这时候怎么样 好好怎么样 观察 要观察这个局势的变化 对 然后怎么样 开始你可以开始怎么样 慢慢的 我不是讲慢慢变富吗 是 对不对 做功课 对不对 找未来趋势股 有没有 懂 到明年 明年 股票买得差不多了 降息了 对 你又怎么样 你就出来了 懂了 所以你现在是浅龙 知道吗 好 你现在不要乱动 做浅龙 OK 那浅龙可以布局吗 浅龙开始慢慢布局吧 因为现在已经在最底了 我们就开始慢慢进场布局了 我的规划 联总会的规划 你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表 就是一样 对照 现在升三马 利空慢慢没了 对不对 利空慢慢没了 到明年要开始降息了 只要 还没说降 只要一说降 股票就会开始喷 我再来一次 不用等真正降息 只要说要开始降 未来我三个月后 我准备要降 那三个月前 就会开始飙了 这样你懂吗 如果他明年中说要降 那在明年的低劲 你过完年就要开始飙了 年初消息出来 我给你讲时间点 我都给你讲好了 如果明年中说要降 三个月前说 放消息 三个月前说 我预备 我预备要降 对 三个月前那就是过完年 对 第一期 我们农历过完年之后 那就开始飙了 配合什么 配合农券要回补 公司开股东会 再配合股东会行情 是 明年的第二季 就会非常飙 非常精彩 来 明年第二季非常飙 你要什么时候开始进场 现在年底的时候 不就是这段时间吗 因为为什么 每年的大股东在股东会前 在除息 在除息前 都把股票卖光 相对持有部位都变少 所以他都是利用 下半年股价有压回的时候 开始收股票 对 对不对 开始收股票 营收也故意给他做最烂 然后等他收的差不多之后 他搭配营收慢慢放出来 然后再搭配整个环境 股价就会上来了 这样你懂了吗 时程规划老师都讲给你听了 所以我都跟你讲完了 你这领先全市场 你在外面听不到 现在没有分析师敢跟你讲到 这个时程 明年的事情 现在都过得不好 现在过不好 不代表你不要过 现在日子不好过 我告诉你 你还是要认真过 对不对 再讲一次 日子不好过代表你 代表你不是不要过 日子越不好过 你要比别人更认真过 现在在初九阶段 你才能够坐龙嘛 对啊 潜龙你要先懂的 在初九的部分 你懂吗 现在日子不好过 你要比别人更认真过 等到日子好过的时候 你已经怎么样 飞龙在天 人家还在怎么样 龙困潜滩 你听懂我意思没有 懂 台积电就是在人家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怎么样 继续认真过 对 资本自出继续花 研发继续搞 懂 你懂吗 等到日子好过的时候 他怎么样 收大单 收大单 这样你懂没有 懂 这做人做事都一样 我都跟你讲了 现在股票不好做 你更要利用这时候怎么样 认真 认真 布局 买好 买好 下好 等 风起 等接下行情到来 明白了 你看老师真的帮你把整个格局 让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视野 所以 现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开始做潜龙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准备要 你现在做潜龙 对 下半年有一个见龙再田的机会 对 你会赚到钱 因为我们跟你讲嘛 三 这个月三马生完就二一一嘛 对 所以在今年下半年 你有机会 赚到一笔 立见大人 有没有 好 再下来的 明年的第一季 就是过年前 会再回党 那个时候怎么样 一样 中日前前认真怎么样 来耕耘 来布局 再来认真布局 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 然后呢 一样喔 就那段时间 明年的第二季以后 对 就会再来一次飞龙在天了 听到没 你不要等到人家都这边的 你才要 这时候才跳进来all in 好不好 那永远都是追涨杀叠 老师你把接下来未来一整年的 方向都已经讲给你亲了耶 我之前跟你讲 广积梁高足强 对 还有一讲 缓称王 对不对 你这几个月 你要缓称王的 基本上你就避过这一宅 有没有 但是你既然钱都进去了 你也没关系 我跟妳讲 老师会救顾民 对不对 缓称王代表 你现在没赚到 后面还是会赚到 对 前面的人赚到 对不对 是福不是祸 是祸 是祸躲不过 你懂意思吗 所以 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担心嘛 你缓称王 你过两个月 行情来了 我说 一动不如一进 你现在看到每天都有股票在涨 你的没涨 你又没有想要去卖股去追 你每天你就这样左轰右轰 今天盘面上涨的股票已经不太多了 对不对 但是都是小股票 对 今天涨都小股票 是 你手上明明就是好牌 你看到今天不涨 你又想要把它卖掉 再去追小股票 我告诉你 等到怎么样 人家今天缓称王的人 下半年行情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再去看看你的小股票 你又被套 你又再回来追你的大股 你会欲哭无泪 懂 不要这样子追来追去 好不好 好 缓称王 我跟你讲 这几个月 有把我听进去的 节目认真看 不要说股民 我跟你讲 连投股的老板 要是有听我这句话 广积阳 高淑阳 谎称王 你知道这几个月 很多投股都亏钱 你知道吗 老师别要说了 别说了 对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辛苦了 但是只要称过 熬过 卓越的人生是熬出来的 好不好 熬过了就是你的 不要在这个时候照镜 你在过去几个月 不照镜的话 hold住优手 但是如果缓称王 不就没事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当年 我说历史多读一点 对 人家朱元璋当年就是因为 不急着怎么样 去抢王当 对 后面才能够成霸主 所以做股票道理一样 这个时候是给你怎么样 好好怎么样 好好养精蓄略的时候 是 好吗 来 所以你现在都有机会 我知道最近 大家 辛苦了 很多人套着套 是不是 大家辛苦了 老师也体恤大家 好不好 因为老师在乎你们 我知道你看我节目很久 你很想参加我的班 是 爱于 爱于你资金不够 或者是套满手 你会套很多 我之前跟你讲说 你手上还有一百万以上的 对不对 你还有一百万以上的 你还跟我华丽转身 你可以来参加我的全雷打班 对 你可以来参加我的大老鹰班 对不对 资金更多的 你可以来参加我清代 对不对 来 如果你资金不到一百的 对 资金没那么多的呢 套满手的 不管你有金融股 航运股什么都可以 好 帮助你 我说现在什么 现在在 潜龙勿用 对 出酒 来 我现在开 潜龙班 太好了 来你要参加我潜龙班的 是 电话 自己拨通 025429971直接打来 好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Light 群组点图 从现在到明年中的整个走势 我大概大方向我都给你抓出来了 真的 但这个大方向里面要做什么骨 有什么骨 节奏怎么掌握 好 有的老骨 有的老骨 有创新题材的 他会创新高 不然就怎么样 就新骨 新骨 有机会让你怎么样 上来 因为新骨怎么样 新骨的筹码没那么乱 懂 对不对 来我先给你看一档股票 我举例不是这一档 好 洋滑 好久没有听到洋滑了 以前做面板的 触控面板的洋滑 很久很久 对 好 好 我把时间走拉长来 这档好久没有人讲到了 这档好久没有人讲到了 也很久没看到它了 我举例 来这档洋滑 好闷的 闷了那么久了 这是在 在2008年那时候 是不是金融海啸 对 金融海啸 发生那当下 我因缘机会知道这档股票 因为呢 我的马吉爷 他正好就在这一个 洋滑吗 他正好就是在HTC 就在王雪红的投资公司上班 所以我知道这档股票 是 来 那时候的宏达电 不是千金股吗 对不对 千金股吗 所以那段时间 只要是做触控手机 做触控的 对 触控的 做手机观音链的都不错 对 那时候阳滑还有档圣滑 对不对 都非常的红 你知道吗 在那时候阳滑还没上跪 对 他还没上跪的时候 那时候 可以 在未上市的成交价 大概就是在90 在90 可是遇到雷曼的时候呢 跌到多少 五六十 跌到五六十 好 跌到五六十 那我知道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 就是我知道这档股票的时候 大概是在70 左右 大概70附近 是 08年是不是金融海啸 对 对 我说你不要管他行情几千点几万点 总是有股票怎么样 会冲出来义军突袭 就是黑马 平线落底然后之后一身冲出 对 好 2008年他就在2009年金融海啸一过 结束之后见底之后 2008底2009底2009的年初 年初是美国最低 道琼跌到六千 对 来 2009那一年你看到最高涨到多少 台股也是在2009的年初最低 这里对不对 这里你知道多少吗 五百块 从七八十 五百块 涨到五百块 对 半年的时间 七倍 为什么 因为后来杨华上市 他从未上市后来上市 懂 上市他就夹着什么样 触控 的商机 现在他这家公司不行了 对 为什么没有往前走 可是当下的触控 就是那时候手机最新的 对不对 那时候 没有iPhone 对 大家就算有iPhone小支的 也是手在那边咯咯咯咯 有没有 那时候刚开始这位你手机 需要用到触控面 才十年 整个技术都不同了 这十年都好科技在演进 对 这种股票 是不是在金融海啸当下 虽然下来 可是怎么样 海啸一过 票 七八十 到五百 我告诉你 这种股票 都有 我意思说 类似这一种 见底 只要金融海啸一过 只要泡沫一过 下一代 拳王就会出现 懂了 你懂吗 所以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你要 领先掌握 你要买到这种股 对 我告诉你 那你就看嘛 这一波泡沫下来 现在什么产品 在明后年 还怎么样 有爆发力 还有爆发力的 对 你就这个时候怎么样 当潜龙 泡沫 你这时候来当潜龙 对 然后找寻到这个位阶的股票 对 你来跟我做这种股票 对 当利空出境之后 这种潜龙它就会飞龙在天 你要赚的就是飞龙在天这一段 那这样子的标的在哪里 老师一档一档帮你找去 所以 海啸 你们把它当做 泡沫你把它当利空 你怎么没有想说 泡沫是给你下去弯腰 剪下一颗钻石的时候 对 所以我用这档股票做例子 这种股票到处都是 每个时机都有 重点在于怎么样 你会不会选股 重点在于说 这个股票真的可以买到 真的 不要左轰右轰 真的 你给它抱口来 好好赚一段 这是月线不是日线 不是涨五天就没了 整整涨了多少 整个半年一年 好吗 然后才开始怎么样 下来了 但重点我们就要赚的就是 这大半年 它飞龙在天的这一段 好不好 而且要怎么样去赚到这一段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位阶 好 我们能够找寻到 这样子的浅龙 好朋友们直接跟上浅龙班 要帮助到所有的投资好朋友们 不是你的资金的部位 可能你觉得你的资金不是很够 那没关系 我们有浅龙班 然后只要你手上有股票 来 老师都能够尽量帮你了 既然叫浅龙 这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你要 你现在可能龙困浅滩 你要学 懂吗 在这个时候你没冒出头 你就是要学 你跟着我存股 同时间你要上课 上什么课 股神养成班 你要上我股神养成班的课 所以我们 反正我们现在的会员 你来叫陆会 我就会怎么样 告诉公司 特别怎么样 让你来上课 加送 加送你股神养成班的课 1加1 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台湾半导体 对不对 我在上半导体的课 你要从里面去了解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美国现在不知道通过晶片法 是 为什么张忠谋讲通过也没用 对不对 通过也没用 为什么没用 因为供应链都在我们台湾 那你也得这些供应链愿意跟你去美国 不然没用嘛 对不对 好了解 股神养成班 我不只有这个东西 还有 我有教你怎么看财报 巴菲特 还有他的老师 格拉罕 还有什么比特林区 他们这些投资大师 是怎么在选股 用什么样的选股法则 你赶快来上课 好 特别是你可能资金部位有限 或者是你刚出入股市 刚踏入股海江湖 你更需要的是 第一学功夫 第二你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可能去年你觉得台股很好赚 然后你套了满手在现在 所以你更需要怎么样 去华丽转身 怎么样去逆转身 来到浅龙班 让建成老师帮助您 直接打通电话 2549977 或加入我们的Light群组 点图填表单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座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各位 让我股海大丈夫 陈建成带你富贵 吻中求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